有感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加上玉里镇193县两旁部落 大部分都是长者居多 春日派出所用足语广播宣导族人遵守防疫措施 所长用足语广播呼吁族人出门 需佩戴口罩 勤洗手 少出门 以及避免群聚聊天 守护部落社区安全 除了广播之外 也徒步向族人宣导 应该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也加强附近溪流巡逻 将细水者劝离 习惯被炎疫情 持续升温 春日派出所为了防止部落族人群聚 并且做好自身防疫 避免受到感染 所长之前就亲赴辖区六个阿美族的部落 贴心的制作阿美语的防疫宣导标语 并引流利的阿美族语 向部落长者宣导落实防疫的重要性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